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一起爱上做料理 赶快欢迎我们的黑神 杨丽好 小雷师傅 赶快来看看 今天要做什么料理 我们今天做一个 左中堂鸡 左中堂鸡 左中堂是一个人名 对 没错 但其实我最大的好奇是 左中堂鸡跟公保鸡 到底差在哪 公保的话你要记得 它就是偏辣的 它一定会有花生跟干辣椒之类的 然后它是干干的 那左中堂的话 酸酸甜甜的 那今天我们的材料有哪些 材料的部分呢 我们今天是用面肠 对不对 然后加一些彩椒配色就好了 对 你还特别选了那个 小小的红椒 跟小小的黄椒 对 这是小龙重的 所以它比较偏小 那偏小的话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不会浪费太多 对 我每次红椒跟黄椒 很容易为了要配色 对 就一个大大的红椒 然后只切了四分之一 然后接下来就一直看着它 没想到到底要做什么料理 可以把它吃完 对 那小颗有个好处就是说 我今天 你看我现在各一颗 对不对 那刚好这一餐这道菜 刚好用完了 然后配色的那个比例 刚刚好这样子 因为它比较小 所以我直接就切块就好了 这样切切切块就好了 好 这个是红椒 有红椒之后 然后呢 给它一点黄色的配色 然后我们还有青椒 对 青椒 也是彩椒配色 这个青椒的话 先断头尾 但其实我自己在料理的时候 对 我都会觉得青椒 因为它皮比较薄 然后彩椒皮稍微厚一点点 放下去的时间点 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没错 但是你买的那个彩椒 它是比较厚的 像我今天买的这一种 小隆重的对不对 其实它的厚度是一样大 有没有 它看来是一样大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有小心机 重的话也不太一样 所以它长得也不太一样 我现在把这个篮给它去掉 因为觉得你要一边切菜 二边跟我聊天很辛苦吗 因为我一直问你问题 都问西问 我看你刚才有点犹豫 不会 因为我要看你怎么接话 跟你接话 对不对 实际上我可以看你切菜 我可以切到手 真的吗 对 那面肠也是这样切 看我快点 不可以看前面 对 要不然你看前面 看净的 好 我现在切的是姜片 是姜片 好像速度有稍微慢一点点 对 不然你来切 算了 我认输 我认输 今天我就把它切断 切断 这个其实它也可以录菜 但是原理上 我今天把它修编 我把它弓整一点 好 所以你要切得有点像是 一块一块鸡丁的那个样子 对 对了 那一块之后呢 你现在要把它反折 可是面肠不是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面肠不容易入味 你讲对了 但是你看我现在是给它反折 有看到吗 你看 变成一块块状反折 所以你反而让它里面的那个纹理 稍微有一点像是比较粗粗一点的地方露出来 对 外面表皮它是比较工整 工整 那也染入味嘛 对不对 那我今天给它里面翻转过来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小伙伴 你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梦到料理是吗 不会 真的吗 我老婆说我在睡觉就梦在 在那锅子 对 他跟我讲 你昨天有特价是吗 职业病 对 好好笑喔 那其实它面肠是一个很好料理的东西 但是可以创作很多的很丰富的食材 它可以创造出很多种不一样的口感 我觉得这个好特别 对 先腌一下 因为它本身很难入味 而且你没有处理好的话就是很难吃 对 我最讨厌面肠就是没有腌过 对 然后里面吃起来完全没味道 是 然后感觉起来很像橡皮筋的那种口感 没错 我现在给它一点印油 酱油膏的那一种 对 酱油 硬油的话它有分青的跟高的 我今天是用高的 对 拿一点胡椒粉 你好喜欢用白胡椒去腌它 为什么 其实上素食的话它只有素菜的味道 对 那它会比较单薄 就是它就是这样的味道而已 可是你可以借用一些味蕾 味蕾可以提鲜 日本最大的调味料是什么 味蕾 清酒昆布 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对 那没有味蕾有没有关系 没有味蕾就用一点点砂糖 对 对 那其实不要为了味蕾担心 因为去腌就有了 虧我还想把我去低谷讲一下 对 那腌好之后就对 好 那我现在挂一点这个 地瓜粉 对 你看现在你的那个基本路数 我都知道了 真的 遇到面肠 记得一定要用味蕾还有白胡椒 以及一点点的硬油 给它稍微腌一下 然后加上一些地瓜粉 有没有 让它这样稍微挂粉 有没有 是 这道菜其实它配方非常的好吃 下饭菜 好 油温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对不对 我已经看到泡泡 有泡泡 它咬这样泡泡浮起来 大概170 100分钟 然后你不知道这些用筷子 对 放进来 好 好漂亮 是啊 这时候炸面肠的油温要稍微高一点点 就维持大概中大火 对 那中大火你要看一下你的那个温度 通常很多人在做菜就是一直这样子 所以你要看一下油温的状况 你看你说话它已经开始有点那个 对 但是这一个菜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外酥 所以要炸到有一点咖啡色这样子 有点外酥 不能烧焦但是咖啡色的状态是最漂亮的 是才会外酥 哇 你还蓬起来了 真的 很疗愈吧 已经饿了 饿了 其实我以前做咖喱的时候 我很喜欢把那个蔬菜稍微裹一点粉 下去炸 真的 哇 炸东西其实有些时候真的蛮疗愈的 是的 而且 不过大家还是为了健康啦好不好 偶尔好吗 偶尔炸 但是你的油的话就是炸一个一两次 那个油的话就赶快 换掉了 炒菜炒菜的时候就赶快炒掉就好了 对 哇好漂亮喔 对啊 有了 超漂亮漂亮 可是现在外面还没有书 有没有 像这个颜色中间这个咖啡色 这个 这个不错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对 对 因为这个比较单薄 所以它就不太上色 哇好看颜色好看 对 这时候要搬动它一下 嗯 因为它的油 我觉得油不越很多 嗯 所以它上色才会均匀 哇 这个就差不多了 这个就掀起来了 好 好疗愈喔 对 好 这样 很简单的 嗯 其实做上没有任何的技巧 就是一个逻辑而已 不过我觉得也是要稍微练习一下 对 像我现在 嗯 像现在我的油温够了之后 对不对 那我就把火洗掉 嗯 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开始练习这样 面长 因为面长最大的优点是 它里面不会不熟啊 对 你外面看起来漂亮 你其实就成功了 对 有没有很像是那个 有一种面包 这样子一卷一卷的 肉桂卷 肉桂卷 对 肉桂卷 好 好漂亮好漂亮 颜色真的很漂亮 等一下会有爆所以你要小心 而且它真的很像左宗堂鸡 对 好 蔬菜也要下去一下 蔬菜有给它进来之后对不对 过油 小心它会油爆 因为会那个 过了一下颜色会漂亮 过下去就要起来了 这样就好了 你看 颜色很漂亮 很漂亮 我觉得蔬菜过油就是这个油点 它的颜色还是会很清脆 对 因为它的叶绿素会保留脂 那这个油温也是刚才 稍微炸过的都可以吗 对 我现在是余温了 而且现在关火了 好 好漂亮 好漂亮 颜色很漂亮 再炒一下 对 这时候油先倒掉了 好 倒下来 油先起来 锅子也要 这时候再开火 里面还有一点点油 对 那是姜片要先下吗 对 对 居然被我发现 大家刚才有拍到吗 小黑树已经拿起那个什么 酱油了 怎么要倒进去了 你看我就是你不错的小助理吧 做菜不要那么的坚实好吗 它是很弹性的 就是我没有放姜片 你刚才不讲 观众也不会发现了 不知道 好 可以 但是刚才你已经很认真的 就是切姜没有看那个姜 一定会放进去 我是看你有没有再认真看 有 可以的 姜要先下去爆香 好 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 我就直接给它调味了 嫩姜 对 用嫩姜就好了 用嫩姜 我给它两大匙的硬油 硬油 我今天是用膏的 好 好 两大匙 你现在那个有点像是这样 绵密绵密的口感 对对对对 那我两大匙的这个番茄酱 番茄酱 一点点胡椒粉 胡椒粉大概四分之一小时就好了 好 那大概一大匙的味蜜 我加一点水 好 水不用太多 因为其实其他的东西都已经是熟了 我们是要创造那种酱汁的 有点绵密 然后稠稠的那个口感 对对对 因为我今天用的番茄酱是浓稠的 然后硬油是膏 对 你就不用勾芡了 所以你加进来的水不用太多 这样OK吗 可以 很好 可是你要试一下味道吗 好啊 酸 甜 OK 可以 可以喔 刚刚好 刚刚好 其实我超喜欢酸的料理 是喔 有酸味我都会很开心 所以这OK OK 很OK 这么会加 好 拌给它 这时候先拌几下就要起锅了 对 所以其实你是让它有点像蘸到那个味道 对 做好了之后是不是也可以蘸着吃啊 不一定要拧上去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要很快速的嘛 拌一拌就好了 好 煮好 哦 就是一个很酥脆的口感 是 然后酸酸甜甜的 好好吃喔 是 没错 你看 我觉得这道好适合小孩 我会认为左宗堂鸡是一个成人的料理 但是其实它的口感 以及它创造出来的那个酸甜的风味 都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吃 而且它是树的 对 不愧是黑神 大家赶快学起来好不好 回家赶快做一下 我觉得你的小孩还有你的先生 这或是你的太太都会非常喜欢 好看很漂亮 谢谢小黑师傅 大家赶快回家做 谢谢阿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